白色的车身,圆圆的耳朵,大大的黑眼圈,你没看错动画片里才会出现的空中火车在成都飞起来了,这就是熊猫空铁,它是成都第一条空中悬挂式轨道列车,也是世界首条新能源空铁。 熊猫空铁与地铁轻轨有何不同?本期影片就随着小编的视野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! 大家好,欢迎来到星球热点,国家大事从不缺席,舆论场中抽丝剥茧,聚焦独家中国资讯,点赞加关注,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萌萌的熊猫空铁,这是根据成都的熊猫文化专门设计的外形。 据说,可因地质疑,对列车外观和车站进行个性化设计,与城市景观相得一张,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空铁内部以蓝白色为主,车厢采用两节车厢编组,单承载客人数约为236人,看似普通的座椅和窗户其实并不普通, 为使车体达到轻量化设计,配合车身铝合金骨架加萌皮的结构,它们都采用的是特质材料,车体重量仅为1.8吨左右。 伴着鸣笛声,空铁驶出了车站,这条新能源空铁试验线架设于5米之上空中的白色轨道,呈U字形,全长1.41公里, 可以真实地模拟新能源空铁在实际运行中的直线、弯道、爬坡等性能。 它拥有国内最小的转弯半径30米,光看数据是不是没概念? 要知道,地铁正线的最小转弯半径一般要求不小于300米,而轻轨一般要求正线最小转弯半径不小于100米。 想比较,空铁的地形适应能力更强,也大大缩减了用地,虽然是悬挂式列车,但坐在车厢内,无论是上坡还是转弯,感觉都非常平稳。 工作人员表示,正是因为它悬挂的特点,如果车厢发生摆动,摆幅会逐渐减小,所以乘客在乘坐时会更加舒适。 据介绍,空铁采用的两级安全保护式悬吊清摆结构完全容易设计,能够在九级大风、七级地震的情况下安全运营。 站在车厢内,透过车窗,视线极为开阔,看到这一根根白色的支柱了吗? 它们全是在工厂中批量完成的,不需要像地铁或轻轨一样,在现场进行大量的建造工程。 所以现场施工简便快捷,完成一条20公里的新能源空铁线建设仅需6至9个月时间,并且造价大大地域地铁,仅为地铁的八分之一至六分之一。 小编了解到,空铁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80公里,运载能力与地面轻轨相当,采用超级锂电池作为动力源,2到3个小时就可以充满电,满载情况下可运行150公里,是节能环保的公共交通工具。 想一想,车厢挂在铁轨,穿梭在城市间俯瞰美景,是不是刺激到爆? 值得一提的是,新能源空铁项目是完全的中国制造,从设计制造到安装,都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,拥有的14项专利和38项专有技术,已初步形成项目核心竞争力。 在国际上,率先完成空中悬挂式轨道列车,普系化关键技术和系车型研制,最先跨入中国空铁制造领域。 2016年初,中塘空铁集团在多年市场调研,项目论证和前期技术研发的基础上,组织各方力量集中进行技术公关。 由西南交通大学,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牵头,联合中国中车,中国中铁,潘之花钢铁公司等7家大型国营企业协同研制,组建成新能源空铁产,学研一体化协同项目平台。 仅用大半年时间完成设计制造并成功挂线。 新能源空铁项目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翟婉明说, 此前德国和日本虽然已拥有空铁相关技术,但其动力采用高压电网, 而中国研制的新能源空铁创造性的用锂电池包代替高压电,用于列车的动力,在世界上首创将新能源应用于现代轨道交通。 就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,小编也做了相关整理。 首先是,熊猫空铁安全吗? 中国科学院院士新能源空铁总设计师,西南交大首席教授翟婉明介绍, 车辆安全性非常高,其转向架和锂电池动力包设置于封闭的箱形轨道梁内部, 车辆走行机构始终封闭于箱形轨道梁内部,不会脱轨, 列车在空中运行也不会发生与其他物体相碰撞,充分保障了系统的运营安全。 其次是,熊猫空铁都有哪些优点? 简单来说就是噪音低,占地小,基本无污染。 骑车轮采用橡胶包裹,运行噪音极低,对运营周边环境基本无污染。 而新能源空铁通过坚固轻巧的立柱,将轨道梁架设于空中, 占地面积小,拆迁量小,线路最大坡度10%,最小转弯半径30米,地形适应能力也很强。 最后,新能源空铁那么好,具体能运用在城市的哪些区域呢? 总设计师翟婉明表示,城市交通密集的特定路段和旅游景点都是空铁大显身手之地。 由于其架设空中占地面积少的特点,空铁甚至能直接在绿化带上建设,而不改变地面的交通设计。 而由于速度快又位于高处,作为连接景点与机场的交通工具,空铁将是未来的不二之选。 针对熊猫空铁的装扮引得许多网友赞蒙,翟婉明指出,空铁可以和如今的地铁站台一样,根据当地人文元素进行外观,内饰的修改非常灵活。 空铁这个概念在中国可以说是刚刚兴起,但实际上空铁在全球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。 在德国伍珀塔尔,你可以跟随有上百年历史的列车在城市上空穿行,从河流上方飞驰过,抵达站点后从高高的车厢中一跃而下回到地面。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悬挂式列车,1901年开始运营,全长约13.3公里。 德国人称之为漂浮火车。 120多年来,空中快车经历了多次技术升级,如今它每天会运送大约8万名乘客。 自建成以来,漂浮火车逐渐成为五破塔尔的城市名片,1976年还被印在了德国的邮票上,而与它一起成为城市符号的还有一头大象。 这是一个有些荒诞又带点传奇色彩的故事。 1950年7月21日,德国马戏团导演弗朗兹·阿尔索夫策划了一个脑洞大开的营销活动,让马戏团的大象乘坐漂浮火车穿越五破塔尔。 人们都以为,面对摄影师的好奇和围观群众,马戏团的大象已经身经百战了。 那也许是失众的感觉让大象感到恐惧,也许是窗外景象的快速变换让它不安。 列车启动不久后,大象嚎叫着撞破玻璃,冲出车厢,坠入下面的五破河中。 此事轰动一时,人们都以为这头大象已经不幸离世,但所幸它只是受了轻伤,并且一直活到了1989年。 从此以后,这只大难不死的大象成为了幸运的代表,出现在五破塔尔的各种旅游纪念品上。 即使没有传奇故事的加持,漂浮火车也足够有吸引力。 对于新世纪的旅行者,空中飞驰的火车满美贴合了他们对赛博朋克的想象。 钢筋像巨大的蜘蛛腿一样凌驾于道路之上,构建出空间的层次,每一层都是川流不息的繁忙。 窗外风景如电影画面般一针针闪过,而转眼间,车水马龙又变成了。 和河流和山谷。 仔细想想,当时中国还处于一个动乱的时期,那个时候中国甚至都没有自己建造铁路的能力。 因为一直到1905年,第一条全部由中国设计建造的金章铁路才刚开始开工。 而中国的第一条空铁,则是在前几年才建成,差了上百年。 不过倒也不用觉得太沮丧,因为虽然我们建成的晚,但中国研制出来的是可以达到电脑控制运行的无人空铁,而最早的五破塔尔空铁是需要控制员的。 悬挂式列车并非五破塔尔独有,德国多特蒙德,美国孟菲斯,日本东京等地都能短暂体验到车厢悬空的魅力,但真正成为日常交通工具,能和五破塔尔媲美的只有日本千叶式的悬挂式单轨。 千叶式的悬挂式单轨共有两条线路,一号线自千叶港站至县厅前站,二号线自千叶站至千成台站,总营业长度15.2公里,是世界上最长的悬挂式空中轨道列车。 相比五破塔尔的百年列车,千叶的有点未来主义的味道,车身上各式各样的动漫形象,让交通工具成为潮流文化的载体。 需要承认的是,中国很多领域还落后于其他国家,还需要长久的向世界和发达国家学习,但好在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追赶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觉得空铁值得推广吗?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 最后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,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,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 关注我的频道,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,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 那我们下期节目,不见不散。